57岁的蔡先生咳嗽4个月 最近一个月还出现些微活动性气喘 但使用口服抗生素治疗效果却很有限 京台南市立安安医院胸腔科刘建兴医师诊治找出了原因 原来蔡先生是兼职性肺炎 刘建兴医生说 一般我们肺炎就是那种细菌性嘛 它不是一种细菌性的 但是X1看起来像肺炎一样 所以很多医生就把它当成肺炎治疗 然后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使用抗生素 一定是没效 同时我们检验起来白血球 发炎指数都不会高 有时候会怀疑说它是不是癌症 所以我们一般的话就要进去做戒骗 医生表示这种疾病少见 大约10万名肺炎住院的病人才有一例 是一种原因不明的气质化肺炎 病理的激转不明 发病年龄大约是在55到60岁 男女的比例差不多 医生强调一般常见的肺炎都是经由抗生素的治疗而痊愈 但是这类的肺炎必须先切片诊断之后使用肋固醇治疗才能痊愈 尽管记者魏金尼报道